弟兄姐妹 你真的相信自己是蒙福的吗 我们都可怕自己的人生充满祝福 但奇怪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的条件时 似乎很难跟蒙福连接上 尤其当我们看到连基督徒也逃不过新冠病毒 或是我们在任何事上不能如愿以偿时 我们就会对自己的蒙福有所猜疑 我们总以为神的儿女一定要丰富、成功、健康、长寿 才算是蒙爱蒙恩的 但实际的情况未必如此 在神儿女之中 有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富有的圣徒 但也有像以利亚、保罗等没有大财富的圣徒 有些信徒能成为这地上的君王、宰相、领袖 且以尊贵的身份侍奉上帝 但神所爱的儿女当中 也有不过是平民、奴仆、俘虏、寡妇、渔夫等卑微的人 神的信徒有偿命的 但也有像提摩泰抱病服侍的 还有像司提反一样殉道的 然而 无论一个人在地上的条件如何 若他是属基督的人 他就是蒙神大爱的人了 今天让我们这属主的人 一起来确认我们蒙福的证据 我们来参考圣经的例子 以撒 创世纪第26章 以撒在那地耕种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就昌大 日增月圣 成了大富户 他有羊群、牛群 又有许多仆人 菲利士人就嫉妒他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 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 菲利士人全都塞住 填满了土 亚比米勒对以撒说 你离开我们去吧 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 然而 菲利士人后来又想与以撒结盟 第27节 以撒对他们说 你们既然恨我 打发我走了 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 他们说 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 便说 不如我们两下彼此启示 彼此立约 使你不害我们 正如我们未曾害你 一味地厚待你 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 你是蒙耶华赐福的了 这里我们看到 蒙福的证据 可以包括外在明显的祝福 正如以撒耕种就得百倍收成 他也成了大富户 各位是不是很羡慕呢 其实这样的外在祝福是最明显的 也是非信徒和信徒都非常渴慕的 这也是最容易确认到的恩典 但同时 当人缺乏明显的外在祝福时 这外在的条件就成了最容易使人跌倒 而怀疑神的因素了 所以 在衡量上帝有否祝福我们的世上 我们不能只有单单考虑到 我们有否外在明显的祝福 因为 神的祝福有时 不一定是明显的 就比如 有时神祝福的方式 不是让我们免去问题 乃是跨越问题 这里我们看到 虽然以撒得了神的应许和外在的祝福 但他的人生也有试炼 他被非利式人赶走 一致居无定所 而且 属他的井也被人筛住了 虽然以撒明显的被神祝福 但这也引来旁人的嫉妒与伤害 这就是基督徒所会面对的悖论了 我们的人生有祝福 但也有试炼 但好消息是 神的恩典和祝福 总会超越我们所面对的试炼 就好像以撒的井被塞住了 但神总是让他挖到新的井 在信徒的试炼中 仍有神的供应 这也是我们蒙福的其中一个证据 在这个世界 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 都会有苦难 但起码 信徒在苦难和试炼中 会有神的保守和帮助 这本身就是一个 我们可以确认的祝福了 另一个不明显的祝福就是 当一个蒙恩的人犯罪时 管教也很快会来 在以撒的例子里 他也和父亲亚伯拉罕一样 说谎将自己的妻子称为自己的妹子 但他的谎言很快就被拆穿了 他也被非力士王斥责了 其实如果上帝爱我们 他是不会许可罪留在我们的生命的 因此若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不洁净之处 神必定会管教和炼净我们 圣经也告诉我们 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反锁收纳的儿子 因此当我们行得不对而被神管教时 那其实也是蒙神所爱的证据 能够被神爱本身就是祝福了 各位当我们也和以撒一样犯错时 是否也很快看到神的干涉和管教呢 若是的话 这就证明神是爱我们 且要祝福我们的 弟兄姐妹们 神赐我们最大的福分 就是基督救赎的恩典了 我们既是神永远的儿女 神就永远爱我们 引导我们 祝福我们 而神的祝福不限制于地上的好条件 一个信徒无论在怎样的条件里 若他愿意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条件 来容神一人建国 他就会发现 原来在自己的条件里 已经隐藏了神的祝福了 弟兄姐妹 事实是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但我们有时仍然愁烦的理由 是因为我们失去了 神与我们同在 且会祝福我们的确据 盼望上帝今天借着他的话 再次让我们恢复这确据 以致我们能刚强壮胆地 继续跟从他 解采釀的 她就会发现 际 実行 館 家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